歡迎收看小小林圍棋講座一週新聞第19集 各位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 由於呢前兩週老師的工作真的比較繁忙 所以呢沒有錄製一週新聞的影片 在這邊呢跟大家說聲抱歉 好那但是呢我今天端出來的菜 相信真的會蠻符合大家胃口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這種話題 就是呢現在目前網路上圍棋AI泛濫 有些人剛剛竄起譬如說本身 譬如說我們之前講的那個什麼神之一手對不對 譬如說這個什麼舞者抖音的 這些呢剛剛竄起 但也有我們曾經最熟知的老牌圍棋AI即將退休 他是誰呢他就是這一位 Deep Zen Go 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他呢是由日本加藤英樹先生呢 在很早很早以前2012左右的時候呢就已經有的為期AI 那他為什麼要隱退呢以及呢他這個過往的點點滴滴呢 都會在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ZEN他即將要辦的隱退賽呢 在昨天4月7號的時候呢正式的畫下了落幕的據點 為什麼他要這個隱退呢 原因啊這個加藤英樹有說到就是呢 他其實在開發這個ZEN Deep Zen Go的時候他有一個小目標短期目標 就是追上當時的這個阿發購李四十那個版本 他想要追上李四十那個版本 那以目前結果看來呢怎麼樣 應該是已經有追上了 所以他覺得呢現在也適時的 該讓自己呢放個假休息一下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底下 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是說 呃 這是一個短期項目 然後呢他也是想要休息了 他問了一些工作人員要不要退役 他們也同意了 那當然呢 這個呢ZEN還會繼續在兩個地方下期 第一個他可能繼續在這個 騎乘 就是呢這個對義平台上面 還有另外一個大家可能呢不太知道 就是日本的齊願呢跟Deep Zen Go有合作 就是在他們的優璇之間 優璇之間就是他們日本對義的這個場地 他們有放一台ZEN 供這個日本騎手呢去跟他下 其實這樣子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本身現在的圍棋水平真的是差了一點 如果能夠一直跟ZEN下的話呢 怎麼樣 那我覺得整體的水平也可以提升 好 那再來我們談到為什麼要退休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呢 呃 叫做電聖戰 這個電聖戰呢怎麼玩 就是所有的圍棋AI先來大亂鬥 然後前兩名 前兩名 你有這個資格 跟職業騎士呢來下棋 可是呢這個當時呢 是被稱為算是一個獎勵 那你看2013年的時候 這個ZEN 被這個十田方夫九段的 讓幾顆 讓四顆 還下不贏 到了2014年 被依田忌忌讓四顆 還是輸 再來呢 2015年 他沒有前兩名 再來2016年的時候呢 2016年的時候呢 這個ZEN呢 被小林光一讓三子 那時候是3月23號 你看然後呢 ZEN是贏了一點點 一勝 呃對 ZEN是贏了 這個呢 這個黑暗森林 是輸了 好 這個 以前感覺實力差很大 但是由於在2016年3月 他們下完過沒幾天 AlphaGo出來之後 哇整個世界大亂 AlphaGo贏了李四十之後 來公佈了演算法 之後我們可以再一次回顧 新版的這個ZEN升級 叫做Deep Zen Go呢 他的過往經歷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Deep Zen Go呢 在2016年3月李四十 這個版本 AlphaGo李四十版本出來之後呢 他接下來一路呢 就完全 整個這個大更新大改版了 我們可以看到 在2016年的11月 他呢 就決定 要怎麼樣 學這個AlphaGo 挑戰 人類的職業歧視分先 好 那他挑戰的是誰呢 因為當時他也沒那麼強 所以他挑戰的是日本的 曾經這個圍棋界的霸主 趙志勳九段 在2016年的11月 他跟他下了三番棋 最後呢 哇這個趙老師喔 老當益壯 2比1 戰勝了當時的Deep Zen Go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2017年 其實在這段過程當中呢 Zen喔不斷的有在網路上的騎乘 還有野狐上面下棋 在2017年的3月 18、19號的時候 他們舉辦了一個這個UEC的世界圍棋電腦大會 就是呢所有的AI都來PK 當時呢他們有一個預選賽 預選賽呢他竟然擊敗了被稱為世界第二強的AI 誰呢就是中國的決議 當時是引起一個非常大的呼聲 因為決議呢就是騰訊公司嘛 所以他砸的經費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一個小小的公司呢 這個Zen竟然能夠擊敗決議 非常非常的強 好那接下來呢 到了這個單逃賽決賽的階段呢 被決議呢 這個逆挽狂瀾之後呢 拿下亞軍 好那接下來2017年才過兵幾天喔 3月21號的時候呢 日本呢又再辦了一個叫做世界最強騎士決定賽 好他找的有誰呢 最強騎士很有趣 他找的第一個就是這個Zen 應該是Zen主辦的啦 然後呢再來 中、日、韓各派一個代表 中國派的是明玉婷 日本派的是錦山玉太七冠王 韓國派的是目前世界第一人 飄亭環 他們呢下了一個循環賽 四個了 三人加一隻狗嘛 然後呢下三盤起 好這是世界上什麼 有AI呢參加的世界圍棋大賽 但是我覺得這還不太算是 這應該只算是一個邀請賽 算是一個邀請賽 好結果Zen呢 最終的這個戰績是怎麼樣 一勝兩敗 他輸給了明玉婷 輸給了朴婷 然後贏了錦山玉太 所以非常尷尬 最後呢 這個日本主辦的世界大賽呢 怎麼樣 這個 敬培莫座 拿了三四名 因為錦山最後一名 再拿第三名 好 那接下來 2017年的3月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電勝戰 又來了 這個電勝戰呢 第一名 跟第二名 是誰呢 是絕翼跟Deep Zen Go 對不對 這個電勝戰一二名 結果呢 他們挑戰了誰呢 挑戰的是 日本的這個 這個金銅 伊利寮 但結果呢 因為已經太強了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被讓指了 現在就是分先 分先的情況下 兩個人都把伊利寮呢 抓起來屌打一頓 所以我覺得伊利寮其實蠻可憐的 以前過往 你看 過往這些前輩們的戰績 都是這麼豐功偉業 但是呢 這次被派上去的時候 如果我是伊利寮 我一定覺得天啊 好不爽 不想被派上來 被屌打 那接下來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最大的新聞 這也是我自己呢 個人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在2017年的6月 這個世界大賽 夢百合杯啊 竟然呢 把這個外卡資格 發放給AI 發放給Deep Zen Go 然後 當時引起非常大的輿論 反彈 職業騎手的抗議 業餘騎迷呢 叫囂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世界大賽 就真的是 所有人的比賽 所有的職業騎手參加 然後呢 他有一個外卡的資格 外卡通常會給誰 比如說 過往的這個 圍棋明星 比如說 李昌奧 聶未平這種大咖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 有些呢 很強的一線騎手 他呢 在預選賽 或者國內選拔 不小心失場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李士時 柯傑這種 可是呢 他竟然把這個外卡資格 發放給AI 發放給Deep Zen Go 當時呢 我是這個旁觀者 我當然是覺得沒什麼關係 可是很多職業騎士 他是用這個比賽混口飯吃的 他竟然不爽啊 所以呢 很多人 就會呢 騎士觀點不一 有些人覺得這樣很不妥 他說如果ZEN拿到冠軍的話 那這樣怎麼玩 對不對 柯傑認為說 非常不妥啊 對不對 就是 你應該是辦個特別賽 冠軍再跟這個ZEN下 對不對 好 那主辦方 孟白河的他說 這個只是一次性的行為 而且呢 他當時其實有想說 到底要不要發放 他那時候發放的是說 阿發購不可能參加 決意又太強 ZEN呢 跟大家實力是差不多的 想說 啊 有個噱頭嘛 對不對 就發放給他 但是呢 最後怎麼樣 ZEN只贏了一盤棋 就GG了 他在64強呢 贏了森明俊 李士時的弟子 在32強的時候 半目輸給了王浩陽 那究竟是怎麼輸的呢 其實也是 在關子階段出現一些BUG 這個非常可惜啦 所以他就是 32強就GG了 也沒有呢 像柯傑所說 就是 啊 爭奪到最後冠亞軍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首屆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智慧 中信證券盃的圍棋賽呢 他呢 也擊敗了台灣的CGI 拿下冠軍 這個是他的配置 好 CPU跟GPU 我是自己看不太懂啦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最後的 退役之戰 這退役之戰呢 好 總共下三盤棋 他其實就是一個來報仇的這個節奏 他找的誰 人呢 都是跟他過往有過節的 第一個 第一個 敏玉婷 敏玉婷呢 在世界最強騎士戰中 電報他過 第二個 朴婷環 也是世界最強騎士戰 電報他過 警察一下 不找啊 警察一下我已經贏過了 不想找你 再來 趙志勳 趙老師竟然呢 怎麼樣 在這個番奇2比1還打敗我 所以他找這三個人下 這三盤下完之後 就 暫時 退休 好 那這三盤最後的結果呢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首先第一盤棋跟敏玉婷喔 這個ZEN呢 在必勝的局面下 竟然又犯了跟這個 當時 32強戰了 孟百娥32強戰一樣 官子出現失誤 失誤在哪呢 相信各位呢 一定看得出來 這時候這盤棋呢 白棋是ZEN 現在白棋以非常微弱的優勢領先 但是沒關係 勝率只要高就是贏嘛 管他贏幾目 這時候白棋只要很簡單的 看到 那個剩下一器的 把他給吃掉 這盤棋就已經贏了 但 這個時候 不知道這個 這個ZEN呢 是不是有被植入李四十 神之一手 想要秀一下 他在這邊挖了一下 啪 這一挖呢 讓這個米玉亭當場殺 哇 賺到了 因為這一挖完之後怎麼樣 這黑棋 剛好一接之後 瞬間救了這兩顆 而且你其實上下兩邊呢 都有這個連接線 你是切不斷我的 所以呢 米玉亭就以非常不可思議的這個bug 拿下勝利 然後當然第二盤棋這個ZEN呢 繼續回穩 屌打了目前世界第一的飄停環 然後接下來 就是 我們要看的 第三盤 第三盤 真的是說是 成也神之一挖 敗也神之一挖 剛剛呢 這個ZEN呢 是用這個神之一挖 讓自己袖斗輸掉了 但這盤棋不一樣 這盤棋他直黑對趙老師呢 漂亮的 尖完之後 一挖 把上方大龍 白棋的大龍 全部呢 驚吞掉 也是85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85手呢 速勝 趙老師 替自己的這個 算是圍棋生涯 畫下了一個漂亮的句點 那其實呢 看完這個ZEN的故事 其實老師覺得真的是算蠻有趣的 算蠻有趣的 也覺得說 這個圍棋AI 雖然呢 算是冰冰冷冷的 但是因為我們開發者是人啦 總會有一些自己的這個故事加在裡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其實我自己呢 也覺得有點不捨 因為ZEN呢 他在網路上喔 總共下了3000多盤棋 你看 留下了96.5的超高勝率 那 今後呢 他退役之後 其實 當然還是有很多新的AI會出來 不過呢 這個ZEN喔 算是 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他還有出戀期嘛 我也有買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算是蠻有感情的一個AI 那希望呢 之後 他也有可能呢 再換一種形態 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好啦 那以上 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啦 如果喜歡老師的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還有訂閱 快點 我快要2000訂閱了 這個新的頻道 2000訂閱我們要再辦個新的活動 好啦 那今天就算到這裡啦 下期再見 掰掰